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5月26日發表了一個中國政策演講。 學者說布林肯以投資結盟競爭三個概念秉述戰略佈局, 亦揭示美國會藉著印太經濟框架等多邊劍制與盟友共同對抗中國。 專家認為拜登的亞洲行剛剛離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即時訪問太平洋8個國家, 雙方持續在地緣政治上結盟對抗, 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台美關係反而持續升溫, 這兩個短期關係應該不會變。 布林肯在26日在喬治亞華盛頓大學發表, 美國對中國政策演說, 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助理教授就說, 他的這場演講的意義除了秉述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之外, 亦都宣示就算是俄烏戰爭爆發, 美國的戰略重心都仍然是未有轉移, 仍然都是當中國是一個主要挑戰者, 布林肯在演說中形容中國是國際秩序最嚴重的長期挑戰, 和唯一有意圖在各個方面愈來愈有能力重新塑造國際秩序的國家。 布林肯雖然說美國不打心冷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 但就不可以依賴北京改變作為, 所以就做一個北京周邊的戰略環境, 去推動追求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遠景。 美國在東亞圍繞中國的佈局, 遠比北約更有技術含量, 北約是針對前蘇聯所建立的軍事機構, 後來變成針對俄羅斯, 亦都主要專注在軍事安全領域。 而美國在東亞除了在韓日兩國有大量駐軍之外, 在安全層面建構一個新的美日澳印四國安全機制, 在經濟和科技層面亦都推出印太經濟框架, 它對中國的打壓比俄羅斯更加全方位立體化, 亦都符合布林肯在講話邊對中國全領域競爭對手的定位。 另外布林肯亦都在這個演外邊說, 他說美國國務院將會成立一個中國部, 一個國務院範圍綜合團隊, 協調和落實美國政策。 這個待遇甚至比冷戰時蘇聯的待遇更高。 另外白宮拜登亦都成立了一個小組, 是針對中國所設計的。 由媒體報道公開的資訊看到, 美國有關的國家安全機構亦都是專門針對中國的行動部門, 可以講如何處理中國的關係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關鍵的一個點, 包括與他盟友之間的關係亦都是圍著這個目標去做一個佈局。 而中美的競爭或系統性競爭, 是兩個國家的體系兩種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之間的競爭。 這一個競爭結果的根本就是兩個國家內部主要是看回, 這兩個國家是可以更加保持到自身的發展和創新活力和小販任何過錯。 而布林肯在戰略佈局方面, 就提出了投資結盟競爭三個概念。 美國聖Thomas大學國際研究的主任, 就告訴中央社資, 他說這三個概念的意涵, 實際上全部都是競爭來的。 他說的投資指的是美國國內技術創新, 防止中國去偷取技術。 結盟指的是四方安全對話, 印太經濟框架, 東南亞國家聯盟和歐盟等國際建制合作。 而競爭部份就是在前兩項的基礎上, 與中國做一個高強度競爭。 亦都是拜登政府在競爭合作的中美關係原則之下, 中一步去秉述美國要怎樣與中國做一個競爭。 其實拜登上暗之前已經表示, 要以聯合盟友的方式去對抗中國, 因為現在是全球化時代, 世界經濟與貿易亦都是高度連結, 美國與盟友亦都不可以像冷戰時一樣與中國刀切。 他表示, 美國現在是說明圍堵政策的局限, 就不是直接對抗, 而是聯合盟友去抗衡中國。 亦都是說, 美國就算不打新冷戰, 但實際上中美兩國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做一個準備。 以美國最近提出的IPEF來說, 供應鏈彈性是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份, 就是希望關鍵的供應鏈, 拉到理念商接近的國家, 去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以及確保如果新冷戰開打的話, 就不至於被人捏著名門, 受到一個嚴重損傷。 在台灣的部份上, 布林肯是繼續強調了, 美國對台政策是沒有改變的, 是重申了反對台獨, 反對單邊改變現狀, 以及防止衝突發生。 這個表態是發生在拜登前幾天的一次講話, 他問到美國是不是會在軍事上介入, 應對台衝突。 拜登的回答是是, 他說他們作出一個這樣的承諾。 布林肯還說, 根據台灣關係法, 美國是會持續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以及會維持美國自身能力去抵抗任何武力合侵, 或是使用其他高壓手段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和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和之前最大的分別就是, 美國將台灣關係法放到第一位, 將三個聯合公佈放到第二位, 增加了對台六項保證的內容。 這個是很關鍵的一點, 亦是意味著圍繞台灣中美之間一個重要的問題, 兩國的對抗會越演越烈。 如果再加上台灣內部的政治變化, 兩岸的戰爭風險應該都會在未來幾年迅速拉升不少。 今集和大家看了一看布林肯對中國政策有什麼重點。 你們對今集的良言有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 。